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让那个变不至于变到你的out of control 在你的掌握之外 这个没讲过吧 好 Andrew Grove非常的强调 每一个人要有系统化的逻辑思考程序 你遭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 你先去define this problem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你要了解这个问题 你讲不了解的问题 不了解的问题的性质 你怎么样去找解决的方案呢 那找出产生问题的关键因素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 那么这问题是有这个样子一个现象 你要去思考产生问题的原因 假如说你现在成绩不好 这是一个考卷发回来了 成绩不好 这是一个现象 但是你要去思考说你为什么没有考好 就去找原因 然后针对为什么没有考的原因 然后你去解决 我花的时间太少 这个原因找到了 那你要解决这个成绩不好的 这个问题 problem 你就要去多增加你study的时间 是做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然后有些可能的方案 有的太贵 有的是花的时间太长 有的效果不好 所以你要去做一些可行性的分析 哪一个从哪个方法是最好的 那么在采取了各种不同的行动 都各有利弊 每一个approach都有它的利 都有它的利 都有它的pros 都有它的cons 利弊影响分析 然后经过评估了之后 找一个利最大 利最小的解决方案 然后就是要一旦下了决策 就是这个CEO 就有个执行的能力 付诸实践 前面分析完了之后 然后下面就是决心 行动力 好 在一个企业 你要有高绩效的产出 怎么样才能有高绩效的产出呢 就是团队之间要密切合作 那么你们同学有个 有几个同学看的那个书里面 就讲到说 这一个团队里怎么样会有创意的产生 他说两个最重要的条件 看起来都是平淡无奇的条件 可是确实是很重要 第一个条件就是 就是要能够团结合作 合作互助 在这个企业这个组织里面 不同的部门 同事之间 能够合作 精神合作 这是一个企业能不能有一些创新 有好的创意 有好的点子 能够有好的产品出来 看部门之间能不能合作 合作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观念 可是要让部门之间 同学之间 同事之间合作 还确实不容易 那你要怎么样去领导 一个讲诚的机制 让同事之间合作 第二就是这个组织里面 是有个自由的气氛 不是高压 不是权威的 所以说要能够有创意产生 就是合作与自由 听起来是这么简单 可是要能够达到合作跟自由 还是要有一番积极的作为 所以你要有一个高的效率的产出 他就说第一条 就团队之间会密切合作 那么怎么样 让团队密切合作 就是CEO的本领 那么你要有有效的激励 做对的事情 你要给他奖励 口头的奖励 实质上的奖励 一个企业中间的管理人员 是肌肉跟骨骼 领导者是头 头指挥手脑去动作 那提高产出 是靠脑子做了决策 手跟骨骼脚去执行 这也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你要怎么样 让这个身体动作起来 Andrew Grove就写了这本书 说现在我们的时代变得非常的快 本来2008 2007还是非常景气的一年 到2008第三季 突然之间大变化 产生金融海啸 谁可以料得到 会有金融海啸这个东西出来 你这努力在高科技里面做事 你哪里知道那些金融发生这个事情 所以你在高科技里做事 你生产 你投资 你这个被库存 你ASUS那个小笔店 在日本卖得这么好 所以大量的被库存 于是乎金融海啸一来 它所有的库存 统统都变成呆账 那么所以说 这个时代是变得非常的快的 你不管说我只是做PC 做Nobu 你也要需要知道金融界发生什么事 这个各国的这个经济政策 在有些什么变化 所以你要多方的广泛的阅读 全球竞争环境呢 一直不停地在变 那么过去认为是可以的 那些传统习惯现状啊 都不断地受到冲击颠覆 那么最最可怜的是 那些这个年纪大的人 五六十岁的退休的人员 他说我也不要风险 我也不要发财 我把我的退休金 去买那个保本的东西 所以那种联动债的跟他讲说 你买的保本保本保本 那么那些人就说 好我只要保本 他就去买了 结果 那黎曼兄弟垮掉了 也没有人保他的本 他就没有说一个condition 公司垮掉了 就没有人保你本 只要公司存在一天 那就保你本 所以说这个过去认为是有保障的东西 也都受到颠覆了 而且在这个大洪流没有形成之前 你很难发现 一旦发现的时候 他排山倒海而来 那个雷曼兄弟 这个股票跌跌跌跌跌跌 一两个礼拜之内 就宣告倒闭 这是非常的快 所以说这种变革 不是你平时努力 做你notebook 做你科技的那些人 你所能够应付的 所以你要知道说 那个排山倒海而来的东西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然后他来的威力是非常大的 那你怎么办呢 Andrew Groove把这些这个危机点出来了 那你该怎么办呢 所以说他告诉你说 唯有居安思为者 你平时就要一直去思考 我有什么危机 有什么是最危险的事情 所以你要不断的 这危机这个 这个就意识 那paranoid paranoid就是多一道神经质的意思 你才可以秀出 才及早调整策略 你还可以及早做一些策略上的一个转变 所以说 这个时代这个变化 这个全球化 WTO 你本来只是在你一个国家里面发生的事情 你一个国家自己处理 现在发生什么问题 全球都搅和到一起去 所以这个威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你要更要小心 这个就是说 他以他个人的亲身经验 来告诉这个所有的CEO 你要小心 那paranoid就是多疑 字典上怎么做呢 叫irrational suspicious 就是已经到不合理的怀疑了 所以你这个非诚勿扰 那个男主角叫什么 葛优 葛优说他这一辈子 不敢坐飞机 他怕飞机会载掉 他在天空上就要他命 他就已经对你们来讲 他是irrational suspicious 太担心了 他担心坐飞机是恐惧 那么有人说怕担心出车祸 不敢出门 这都是irrational suspicious 那么这个多疑的人 他相信什么 anything could happen 任何事情都会发生 就是坐在家里 飞机失事砸到我们头上 也会有灾难 就是他会担心很多很多 我们觉得非常非常不可能的 但是他都在担心 Andrew Grove对于这个CEO的建议 就是你越是成功 你要越小心 因为你越是成功 那个竞争者越是打你的主意 你不那么成功 大家还不太注意你 随时随地你掌握现实 才能及早发现危机 这就是孙子兵法讲 要先知 你一定要早一点知道 外头发生什么事情 你才能够预防 那一般企业遭遇到变革的时候 多半都严重的误判 误判他的严重性 只是在美国了 只是在金融界了 跟我没有关系 然后要不然呢 就是慌了 恐慌 要不然呢 不去冷静的思索 解决的办法 老是在指责别人不对 都是你不好 都是你没有跟我说 把力气花在去指责别人 那么或者呢 就只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面 在做困兽之搏 你自己熟悉领域 其实已经受到颠覆了 可是你还不赶快跨出去 还在里面继续挣扎 那么或者排斥 抗拒 你应该采取的行动 人家很多在这个 在那个crisis的时候 那些人都是排斥做改革 你要积极的改革 积极的做一些变化 才可以让你啊 这个脱离目前的这个困境 可是你因为 都是在过去熟悉的环境之下 你拒绝做改变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找点 发现危机呢 就是你要participate 不能在那个冷气房子 不能在那个21层 那个总经理室里吹冷气去管理 你要走动 你要到处去听 到处去看 这个intel的总裁 他每一季都要去拜访大客户 这是干什么 就是看看他的大客户 跟他说些什么 他大客户告诉他 大客户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大客户希望走的方向是什么 所以你都要去知道 你大客户在想些什么 然后回来做一些配合动作 来配合你大客户想要发展的事情 你大客户在忧虑什么东西 你就要开始先忧虑 怎么样帮你大客户解决问题 所以你要参与 不能说这家买我的产品 多买一点买得很高兴 你要去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 参与是 你要要到你的公司内部要参与 要顾客要参与 你都要多去听 要双向沟通 这个下层对上层 这些从这个交通大学 毕业的优秀年轻人 其实在学校里学了很多新知 他有知识的力量 在公司里面职务高的 来了年次很久的 这些人有官阶的力量 有权威的力量 那这两个力量要合作 不能说关键大的 你们通常听我的 那么有知识的人 年轻人适才傲物 觉得说我这新学出来的 我最棒 你们这些都老朽了 然后都不尊重这个上级 这个自以为自己最了不起 但是因为你没有在产业里面 所以有很多事情你是不知道的 你光是读的书的 那个理论是一回事 那我记得我以前在学校里 刚刚毕业出来的时候 这个做事 然后要去解决一个optimization问题 那我就跟他讲 我的学校学了 是什么optimization问题 我的老板听了 拜托拜托 我们还是做比较实物一点东西 你做的玩意儿 可能做得出来 也可能做不出来 但是我们在这个产业界里 我要跟客户交差 只要做出来一个 可以work 你那边太棒了 这个我们产业界 不敢冒这么大的险 就听你这个年轻人 讲的口目很非的 当然这个他也可能是 因此他就没有做一个 这个很进步的一个 一个尝试 也可能是他的这个损失 所以你要能够及早发现危机 一定是要能够沟通 大家都把问题拿出来讨论 所以说 为什么 刚刚我讲的那个那个例子 你要能够有好的idea 一定要合作 一定要部门同事之间合作 部门同事之间合作 才会有自由开放的讨论辩论 大家开诚布公的讨论 都是为了公司好 都是为了能够找出来一个solution 在讨论 不是说我这个部门比较这个高级 我是做rd的 你们都要听我的 我的signarity比较高 我的degree比较高 这都是自己自私的概念 而不是拿公司的最大利益来做前提 所以大家能开诚布公的讨论 你就可能会得到一个好的solution 那么中间干部主动积极的行动力 因为你光靠总经理一名是不行的 你必须 这中间干部他都在那边做manager 他跟那个顾客 他跟supplier 他跟外头有这个接触 把消息回报出来 因为你靠你CEO 你只有两个耳朵 只有两个眼睛 可是你有一百个中间干部 那就有两百个眼睛 两百个耳朵 所以说要有大家一起去执行 要合作 然后谈好了之后 就看你这个CEO 有没有行动的魄力了 假如看到这边有个危机 大家看到讨论应该这么做 可是你一直优柔寡断 不敢做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决策 那么你看到了 你的中间干部 很努力 可是CEO没胆量 怎么样冲破困境的领导者 要有客观的思考 相对什么 相对主观的 我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了 我在别的公司很成功 我是这个 大家都是很尊敬的什么 那也不客观 有强烈的意志 你要带领这个公司 脱离这个困境的意志 有的时候公司 处于一个很困难的情形 那你要有说 我们当然努力 我们是可以克服的 那有些人就翘头了 辞职不做了 那么你要求胜的热情 作为一个领导者 你要有这个热情 你才感染你的 你的底下的属下同事 才一起大家克服困难 有的时候克服困难 是看你有多大的意志力 要去克服它 大家都怕 都在那懦弱 算了 不要这么辛苦 这个看着前面的人 裁员可能不会裁到我吧 那这个 公司问题不能解决 那么英特尔的自己 遭遇到一个什么 很大的问题呢 就英特尔以前 是做memory起家的 因为他这个 英特尔 当初贝尔实验室 发明这个transistor 然后到了加州 大家都在做memory 可是 日本的memory 就越做越好 都打败了美国的这个memory 因为日本人是讲究纪律的 所以说 就是把很多小错 小地方都克服 所以说他良率比较好 美国人是讲聪明 然后他就想新东西比较好 要大家一致起来 这个坚持纪律的事情 做相同的 做memory 就相同的circuitry 你只要说做的很多 在很小地方 那么这个日本人去做 那么英特尔 他也发展出来的 micro processor 那个 可是英特尔那些 上层的人 都很不服气 因为说 那个 这个 semiconductor memory 是他们发明的 今天竟然做不过日本 所以一直 在这个意气用事 想要去把 这个失败的耻辱取刷了 想要再把memory 这个市场再抢回来 所以说 英特尔的80%的人力资源 投入在memory部门 而只有20% 投入在micro processor部门 可是 公司的营业额 已经80%是micro processor memory只是20% 这就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策略的错误 你的资源的措置 这么重要 这么大的一个revenue 你花那么少的精神下去 这么一个赔钱的世界 你花这么多的资源下去 所以说 老板终于有一天醒悟过来 我们要把memory 通通割掉 不做了 这不是我们的长处 这个仗 打不赢的仗 不要再耗下去 所以说 对于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它都醒悟说 这条路不能再走 要努力去发展micro processor 那个英特尔 它的chip出来了 286 386 486出来了 迫使所有做大型电脑的 通通都遭殃了 因为microcomputer出来了 mini computer出来了 那大电脑越来越卖不出去了 那些还死守着大电脑的 最后的下场都很惨 连IBM最后都要转型 作为service solution provider 不能再靠卖电脑的hardware 去赚钱 那么Intel在它的公司历程里面 1994年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出现了一个 浮点floating point的运算 浮点运算的问题 那浮点运算 就是说在做了很多次运算之后 有的时候它的那个小数点 后面多少位了 会错一点 那么只有90亿分之一的机会会错误 就变有一个数学教授 就在网络上就说 Intel这个micro processor 在做多少次运算之后 它的小数点多少位了 会错一个 他就把这个提出来了 那么开始的时候 只是一个数学教授 发表这个论坛 可是大家都看着Intel如日中天 它很成功 所以就好事之徒 就喜欢的搓它憋脚 过几天CNN 全国各大报纸都来报道 说Intel你的东西 micro processor出来是有错 但是一有错 使用者就担心了 就是90亿分之一 不知道哪一天不小心碰到我的话 我做错什么事情的话 我整个公司这个计算都错了吗 所以说有人就开始打电话来 你这个晶片 人家说有错 你是不是要更换呢 那么Intel就没理他们 说你这种小user 应该不会影响你 不理他 他说除非经常做 大量除法运算的使用者 你要讲给我听 你是真正这个heavy duty的使用者 那我就给你换 那么又写个说明书 这个机会发生的很小啊什么 试图就把这个事情带过去 可是 IBM突然宣布 停止出货 所有含这个 Intel Penton的 这个CPU的电脑 IBM说我出的电脑 里头装的是 Intel的这个Penton CPU 你Penton CPU有一个瑕疵 那我作为这么伟大的IBM 我怎么能去卖给顾客 有瑕疵的东西呢 所以说有瑕疵 我是不卖的 这一宣布出来了 那就不得了了 IBM是电脑界的这个 这个这个教主 IBM说这个Penton CPU 是不好的 他不卖的 天下人都说这是烂东西 所以说每天 一大堆人打电话去骂Intel 如果烂东西不够退 好了 这个时候他就要危机处理了 赖不掉了 只好忍痛说 好 你要换 通通换 通通 答应通通换 这个时候怎么处理的呢 怎么行动呢 他就叫各 公司各部门 其他的事情能够放下 通通放下来 通通 集合起来 跑到一个大仓库 组成一个庞大的客户服务组 有接电话的 抄地址的 然后装盒子 打包 贴邮票 送快递的 反正这边接 反正你什么地址给的 我就寄个新的CPU给你 那年Intel的员工 也都不可以放圣诞节假期 加速生产 加速去寄给 在六个礼拜 就损失了五亿美元 就是 哗 这么个事情一发生 就损失五亿美元 那Intel讲 这个 这个 无望之灾 它本来一直过得好好的 是一个受尊敬的公司 来那个九十亿分之一 会发生错误事情 会竟然把他的公司 搞得这么灰头土脸 所以说 他就开始检讨了 他本来 Intel讲说 我这是一个B2B的公司 我的CPU都是给 卖给IBM 卖给Dell 卖去HP的 我没有跟消费者拿一毛钱 都是IBM的付我钱 卖我的CPU 放到他电脑里 他卖电脑 他给我CPU的钱 我从来没有跟使用者打交道 但是 自从他要求每一个 每一个卖他电脑里面 就贴一个 Intel Insight 他就已经成了一个 非常知名的消费商品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在这个消费者心目中 有这么大的一个威力 他也不知道 他自己已经成长为 半逃底界的巨无霸了 他是D明 因为他是CPU 是垄断市场 他也没觉得 因为日子过得很好 持续技术研发 286386486这样上去 那突然觉得说 我们在经营的事业 是我们过去 没想象的这个情形 是有这么多 千千万万的消费者 在外面要盯着我们看的 他以前都不觉得 他以前只要把 几十个做电脑的厂商 如此来 把这几十个电脑厂商 打发好了 问题就没有了 可是他现在要思考 用什么规则来经营 这个事业呢 所以他就要重新做了一个策略的定位 这一件事情 逼着他去思考 也会促使他会写这本书 十倍数的时代 因为他日子过得好好 突然之间 天地变色 六个礼拜里面 就会让你损失五亿 无望之灾 可是 你必须承认 你要做这个事业 就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你要作为一个CEO 你要把这种 非常的奇怪的 这种风险统统考虑到 好 那么 这个产业 有水平式产业 有的呢 专业分工 你分到那一块 你就大量生产 大量销售 在以前美国 有一家电脑公司 叫Sperry 另外一家叫Borov 这两家公司 都做很多军方的电脑 后来军方不买了 就裁员 整并 变成Unis 那么他本来是做电脑的 军方不买 不买他电脑 民间电脑 他打不进去 只好转为做软体跟服务了 有一家公司 Novel 本来是做硬体的 后来 卖不掉 就只好 针对PC 开发软体 这个呢 就是要大家focus 你在同时 在好几个领域 你都成功 机会小 所以你要专注在一个机会里 一个领域里面 成功机会比较大 PC早期 从Proprietary Standard 到Open的Standard 那么因为Open 所以说台湾就进来了 这个标准不挡人 所以台湾就说 我的价钱最低 它就以低价钱 就杀入了这个 这个PC的这个市场里面 那么这也是台湾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科技产业 是拜 IBM PC 是Open Standard 所赐 因为没有 没有这个 这个Standard的限制 谁都可以去做 那么台湾就最有办法 因为我们的价钱最便宜 经营形态 也都在改变 就越来越多大卖场 小了零星的小店 也就不能够成立了 因为大卖场 它的量大 所以价钱就低 书店呢 要连锁书店 现在什么都要连锁 连锁的威力大 因为它也量大 卖特别的东西 他就说 我这边是专门卖 所有孕妇的产品 所有婴儿的产品 那么我在这个婴儿产品里面 我的量是最齐的 我的值是最精良的 那么有些是卖 专门是卖大陆的书 有的时候专门卖欧美的书 有的是专门卖时尚的书 有的时候我们日本的时尚杂志 这个欧美时尚杂志 在某些特殊的书店 才买得到 在PC之后 你们一定没有听过 那个Next电脑 Steve Jobs 他创立苹果电脑 苹果电脑非常成功 Steve Jobs 就被苹果电脑赶出去了 那么他呢 就再创立一个电脑公司 叫做Next Computer 他把这个Next Computer 设计了非常多的好东西 硬体 软体 图形界面 都发了很大的力气 在做这个Next Computer 他认为PC Open Standard 一大堆乱七八糟 小厂商做这个 拼在一起 每个零件都是不同厂商做的 最后拼装在一起 所以他非常看不起这个PC 那个时候Steve Jobs 自己创了个Next 想要一炮而红 但是 因为这个PC 是没有任何限制 所以做的人非常的多 每个零件都做的人很多 所以说你选择性也非常高 所以你今天说他做的不好 下次不跟他买 就叫他做 他说你做的不好 我要跟别人买 所以因为很大的竞争 所以大家也都要很努力 才能够生存 所以说每个PC利润很薄 但是品质是够好的 所以PC市场蓬勃发展 因为PC市场发展的 实在太快了 那么这个Next 一直取高贺寡 他一直想要做好东西 做好东西 但是因为这个游击队 太泛滥了 每个人都去买了一个 台湾做的杂牌PC 因为价钱很便宜 然后我所需要做的事情 功能都能够达到 我何必要去买一个 伟大的Next Computer干嘛 超过我的需求了 现在这个PC就符合我的需求 而且又便宜 然后到处都是满街都是 零件也很容易换 价钱一天比一天 一天比一天低 那你那个凯提拉克 你那个Rosefroys的Next 就不被大家所需要了 你搞那么好干嘛 也没有什么好处 六年之后 这个PC他Next 那个Steve Jobs设计 他的Next工厂的全自动化 进去什么东西都是生产的都是自动化 都是最先进的 可是他这么先进呢 就被这个野战军给打败了 他的正规军给打败了 所以说Steve Jobs是曾经失败过一次的 从Apple Computer出来 他Next Computer是失败的 那后来人家又把他请回Apple 那现在就做了什么iPhone iPad的东西 那么影响企业竞争力 Michael Porter 就说现有竞争者 潜在竞争者 卖给你的供应商 跟你买的客户 跟你买的客户 跟一些替代的方案 那Andrew Group 他在那本书里面 就正式提出来 六例 做Michael Porter之后的 的进步 可是我在台湾 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管理学校的老师 在谈Andrew Group的六例 一天到晚都听了Michael Porter的五例 这是很遗憾的 因为Michael Porter Andrew Group的六例 确实比Andrew Group的五例高明 那Andrew Group 他其实不止加了一例 他其实加了两例 他把那个竞争者 Michael Porter的潜在竞争 现在竞争者 几为一个竞争者 那么供应商顾客是一样 那么他呢 加了一个协力业者 就跟你一起去打天下的 他也不跟你买东西 你也不跟他买东西 你们俩之间没有业务上往来 但是他跟你非常的重要 他自己体会出来的 就是Intel与Microsoft 就是协力业者 那Intel出了一个 这个更快的CPU 如果没有Microsoft 开发出来新的软体 大家不必去买你新的CPU 如果Intel没有出新的CPU Microsoft的庞大的软体 也让不动 所以他们两个一定要谈好了 所以说一个公司 你的成功非常重要的 要知道谁是你的协力业者 那么这个Substitution替代呢 一个是科技的替代 另外一个是政府的法规 Regulation Standards 你在你这个国家里 受不受允许可不可以做的事情 在国际的市场 受不受允许可不可以做的事情 有些什么限制 什么税的限制 营运的限制 跨业经营的限制 很多很多东西 这都是一个公司要考虑的事情 所以说替代方案是Substitution Michael Porter是有的 但是这个Andrew Group多了什么 多了一个政府 多了一个协力厂商 还多了一个营运规则 所以他加起来是六 那么这Michael Porter五列 这等于四例 因为他既有的经济 潜在的经济 他只是四例 那是四 这六 那他是多了二 多了哪二呢 多了一个协力业者 还多了一个营运规则跟法规 因为那个替代方案 Michael Porter也有 他多了一个协力业者 跟政府的法规标准 多了这两个 那么我跟李建中 又再把Andrew Group的六例 再把它再推了一例 变七例 七例是什么 竞争者现有潜在 算一个 供应商顾客 协力业者 科技 营运规则 都跟Andrew Group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又再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通路商跟经销商 因为 Intel 他是这么的强势 他从来不需要 通路商 他从来不需要经销商 他说我只是说我要不要给你卖而已 每个人都想 Intel东西拿来 我帮你卖 我帮你卖 因为他是这么强势的东西 他从来不知道 经销商对一个公司的影响 那么我们现在加入经销商 对于一个企业来讲 经销商对你的影响非常的大 为什么我们会考虑到经销商那么重要 这也是受了Walmart的一个启示 因为Walmart已经变成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百货业者 他的店铺 多得不得了 他的采购的力量 大得不得了 因为他的量太大了 所以他可以杀价杀得一塌糊涂 所以每一个供应商 对Walmart都是有苦难言 你不给Walmart去卖 也不行 因为他的volume太大了 但是你透过Walmart卖 他杀的你的利润 也真的是非常的低了 所以每一个制造业者 都非常的痛恨 Walmart这么庞大的一个经销商 经销商的溢价能力超级大 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 使我联想到经销商的威力这么大 这个在美国做奶制品叫Craft 做起司做卤酪 全美第一 也世界第一大 那他有的时候多角化 他也去买了几个 买了一些糖果公司 那么美国的百货公司 那个大卖厂 出去check out的时候 旁边的架子上放点小糖果 可是这个Craft虽然这么有名 可是你在糖果界不有名 所以你假如不在广告上 打很多广告 让小孩子 妈我要吃那个糖果 没有人会想到 所以你不打广告的话 你的业绩就会往下掉 你的业绩往下掉的时候 那个Walmart就把你放到最底下那一层去 那人家更看不到 那你的业绩就更烂 他就是说你要花很多钱打广告 那我再把你拉上来 你不花很多钱打广告 我就把你放下去 所以说这个Craft想说 我搞这个糖果 根本没赚钱 一天到晚都是花了广告钱 那我所谓何来 完全受的这个经销商的剥削 所以他就要把那个糖果都卖掉 然后知道说 即使它是在奶制品第一大 都照样在奶制品之外的这个商品 受到经销商的这个剥削 所以经销商现在是越来越严重 就是通路 今天台湾的非常多的业者 到大陆上做得成功的 都是在通路上有所斩活 像统一在上海要开7-11 要开什么康世美药庄 什么这个这个蒸锅咖啡 多的不得了 都是零售 在大陆上这个做生意的机会 大的要命 都是你要去变成一个通路商 你有了通路 所有的制造业者都透过你的通路 所以你就很稳 那制造 明天会有新的制造业者 很容易产生 可是通路是你抓得很紧的 你这些channel distribution 这好的店面location 都被你掌握住 这是很难动摇的 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 它的商业这么发达 就是它这个市场很大 它的通路很强 施政荣讲 所有在美国卖PC的 通通都不赚钱 因为美国的PC通路商太强悍了 所以说连做PC的都受制于PC通路商 所以通路商是非常非常影响重大的 所以是七例 所以我告诉我的学生有写论文的话 不要再写Michael Porter五例 写着七例 至少你有多几个项目可以去发挥 但是它影响企业经营的 有没有八例啊 哪一个 怎么在想 现在想不想得到呢 就是影响一个企业很大的力量 经济应该是 金融海啸来了 你规规去做生意的 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经济 八例 就是经济景气的循环 好 科技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这个就是前面讲的什么 替代方案 科技就是替代方案 替代方案 Substitution Michael Porter讲的Substitution 他Substitution就是一个替代的产品 或者一个替代的技术 或者别人的需求 可以用一个其他的方式满足了 那么 科技是造成Substitution的一个最主要的力量 自动贵源机出来 在银行界很大的影响 卫星直播 对电视有影响 数位广播 对电视公司有影响 物流科技对零售也影响 这个货柜对于航运业有影响 那么 这个Internet也对太多东西有影响 客户的影响力在哪里呢 就是客户集体起来的话 就可以让 Intel的六个礼拜 亏五亿 就是客户的力量 Customer的力量 IBM是Intel的客户 IBM说我从现在开始不出PC 不出货 因为Penton CPU有问题 就是这么样一个Announcement 就会让Intel人仰麻烦 超级电脑 因为它超级大 通常都只有政府机关 军事应用 算天气算地震的 用的超级电脑 当20年前美国政府穷的时候 就不买超级电脑 超级电脑就萎缩了 就客户的力量 因为你做的东西 只是为了少数的大客户 那大客户现在没钱买的时候 你的客户力量就把你淹没了 供应商有什么影响力呢 旅行社的机票 是航空公司给他 请他代卖的 所以说航空公司的100张票 85张都是透过旅行社买出去的 但是20多年前 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 油料大涨 航空公司受不了了 就看着你的旅行社 每一家太赚了 就把佣金砍掉10% 他把旅行社代卖飞机票的佣金 砍掉10% 估计40%旅行社就活不下去了 假如一个旅行社 他的profit margin是8的话 9的话 突然这边少了10% 他就没有利润了 这就是供应商 供应商我不要你卖了 supplier 所以我不委托你了 供应商CPU PC厂商是买Intel的CPU 当Intel CPU涨价 你这个PC就不好买 因为让你的价钱会变贵了 协力业者就是Microsoft跟Intel 那么 大家一起合作来做这个生意 营运规则的影响力 当美国通过食品药物管理法的话 这个药商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就说 专利到期的药 别人都可以做 这样一公布的话 好多好多小药厂都冒起来 那个大的专利药厂就很受不了 因为很多很多竞争都会起来了 国家说我们电信自由化 对电信业者很大的影响 苏联说国营制度 解体 这个privatization 国营事业转成民营事业 这对于这个市场 有非常大的影响 策略转折的目标跟行动 策略的目标就是 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Where do we want to go What do we want to be 那策略行动呢 How are we going to get there 你要有一个目标 然后你有个计划 怎么样达到的目标 你在这个行动里面 你要调整资源 人力 财力 物力 时间 你的resource allocation 那么你要行动 你领导者要说服员工 而不能只说一次 你要重复的说 然后你要从你的行动 呈现出来 你是真的 你真的是要往那样执行 不是随便说说的 然后多沟通 我们中国人不善沟通 像我们这个学校里 要推行什么大的政策 这个我们院里 要推行什么 细所合一 没有经过讨论 没有让老师有发言的机会 没有来告诉我们说 他优点在哪里 就是门的头这样去做的 就是不沟通的 今日权力在我的手上 我说了算 变革中掌握商机 旧的业者遭遇的危机 就是新的竞争者的商机 电子商务出来 就传统的做生意的方式要改 IC卡出来了 有很多这个缩小的 随身携带的 你那很多纸钞就不需要了 有非常非常多的 新的观念 那么 Net PC 一个小的Notebook 我就主要强打是 携带方便很轻 然后你所需要的应用 也都能够做到 好 十倍速结束 感谢观看